最近本港的初中性教育教材成为热话 当中提到有冲动时 学生可离场到运动场打羽毛球等 就连外地传媒都有报道 真是潮出国际 最近在台湾宣传新片的盈南阿维林 都要向当地朋友解释打羽毛球的典故 我是讲解给他们听什么叫打羽毛球 讲解为什么突然间在香港 这么喜欢打羽毛球这件事 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差异 就是会 哦 还会这样说的 你们觉得我们很落后 他们有表达到这样的意思 就是会觉得 嗯 还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大家在香港的时候 都会明白自己懂得分寸的了 大家都 好像白色的赤对 白色的赤对 台湾对我来说 赤对这件事是看过人的 我会形容为《破浪男女》这一套戏 是你很靠你的开放程度 或者是你自己对于爱情这一件事 是怎样看去接受 我看着什么 我就很忙得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都希望没有机会 然后就是很高兴 就是拍摄完成了 因为我差不多整个八月都消失了 然后九月就会比较多些的公开场合 可以再跟大家见面 其实这一天阿维林和梁雍婷 在出席新书发布会 同场中有盧振业 刘天兰和女儿岑宁宜等等 现场嘉宾多多 并与台上分享感受 刘天兰表示展览完成刚好一周年 很值得纪念 新书就记载了展览从筹备到完成的一切 讲到这个展览 盧振业竟然自爆给女友廖子鱼买怨和 我和我女朋友都是这一行 Fish 是的 而她久不久会怨我 因为她是外国人 她不是香港长大 她说你经常都不带我去探索这个城市 但我们其中一样喜欢做的就是看电影 我想很大的感受就是 大家都喜欢看电影 而她是小时候看很多港产片 那变成了很多电影 不是说新近的明日战技一定会认识 但譬如小时候 我聊城之暖 经过每一个展区都会 好像找到一些连续 到最后包底的那个致尺 她有份演 那时候她只想到很久 不是的 所以很新鲜 展览我是四个拆展人之一 所以真的由头到尾都有份参与 最难忘 我觉得不可以一件事两件事 整个过程是难忘 如果你说我这身人数十件难忘 她肯定是其中一件